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紙箱 多半用来收纳或寄送物品 但到了日本一名艺术家手中 就成了创作的素材 十年来 他从学校作业开始 至今累积了200多个雕塑作品 特别的是 他不需要精确的设计图 只在纸箱上 简单画个草图 就直接切割起来 而作品栩栩如生的程度 令人惊艳 麦当劳套餐 《怪兽哥吉拉》 《天空之城》的《机器人兵》 这些作品不但唯妙唯笑 还有个共通点 他们全都是用纸箱创作出来的 十年前 当时19岁的日本艺术家 大爷蒙蔡美 为了完成大学的课堂作业 他拆了一个纸箱 做出一个类似自行车的东西 我初来做了纸箱 我开始做了纸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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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着纸箱和胶水 大爷至今 累积创作200多件作品 主题多半是流行文化 像是动画电影里的机器人 或是坦克和战斗机的模型等等 大爷的作品逼真又细致 但他却从不画精确的设计图 而是在纸箱上简单画个草图 然后拿起镊子 剪刀和胶水 有时候用上一点水 就开始工作 许许如生的创作 让大爷越来越受欢迎 曾在日本和海外美术馆举办展览 但大部分作品是非卖品 它的主要收入 来自于委托的客制化雕塑 每件售价从10万到150万日元不等 折合台币约在25,000元到37万元之间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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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